徐州出发日照,晚上10点出发,全长300多公里 计划第一站,日照第三海水浴场,看日出 之所以选择晚上出发,真的是临时决定的 就像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就因为一条视频,连攻略都没有做,就这样出发了 后来才发现晚上出发也挺好的 至少不会把大把的时间都浪费在路上 一路上走走停停,困了就睡一会儿 零星4点多才下的高速 下完高速,开车就20多分钟吧,就到了第三海水浴场 这个浴场是不需要门票的 停车费一小时三块钱,还是可以接受的 4点半左右来到这里 停车场里面已经停了好多车了 下了车就能直接看到大海 本来还是有点小困的 但是说实话,看到大海之后,一点困意都没有了 往远处看,在海岸线上已经有很多人了 都是等待看日出的 视频中大家也能看到出来,很多都是带着小朋友来的 总结一下,这里适合看日出 沙滩有点割脚,不适合下水 但是我感觉这里太适合看日出了 建议来日照来玩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里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充电宝 中午天气比较热,手机会比较烫 而且比较费电 其次要偷防晒装,穿防晒衣 忽然很容易被晒伤 看完日出,在这里再玩一会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吃点早餐 早餐要自备 因为时间太早了,很多店铺都没有开门 在这里好好地欣赏一下 日出美景还是挺不错的 这里风景很美,走在沙滩上吹着海风 确实挺惬意的 海水有点凉,阳光有点强 爱在万平口五号门,开工到广场 敬请观看第二集